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玩的是Wizard 上次玩的时候是1月初,99合作 这次的上修呢,他的调整幅度 我觉得算是最好的一只吧 觉醒面呢,补了一个手指 放两只,就是补两秒 搭配上技能的1.5倍操作时间延长 就是3秒 再来是队长技 原本呢,是需要消到火暗回复 才有极简的效果 现在只需要有火暗就有之外 没有想到又加了那个回复力4倍 老实说我觉得真的超强的 用起来的感觉就是像小版面的肥露露吧 而且因为有手指的加成 转起猪来完全没有压力 碰到荆棘猪呢 因为有回复力4倍的关系 也完全不用在意 今天要来介绍可以拿来通关 易兆挑战的编程 队伍简单来介绍一下 混搭的队长是奥朗 继承L字装备 L字呢,给其他角色补也可以 阿连斗 10抽 防云和开场加速 吉安吉利 因为Wizard本身没有封印耐性 这边补一下 Valu 这次的重要火力担当角色 超绝浮游 继承三回的加速装备 无些火强化 这个贯穿的觉醒是不用的 第一支Wizard 无血量用 装备算是蛮随意的 另外一支 补一个封印耐性 和2秒手指 实际的攻略流程就边打边介绍 Wizard 的变身剂是CT22 算是蛮少的 所以凑SB的压力也会小一点点 这一次伤害吸收和属性吸收无效的担当是吉良吉印 但他的技能蛮复杂的 所以开场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首先我们先开一下两回合加速 让好友变身 然后开一下阿务拉的延迟技能 最后再开一下三回合加速 这边先小耐久一下 等到另外一支可以变身的时候 我们先变身 然后再随意的消一下 那像这一次啊 就是不已经把点给打死了 另外还有攻击力上升 这边再消一combo 然后开吉良吉印的技能 他的变身技能本身也是吸收无效 那我们这边要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 但建议不打 我们要等下一回合再打 这里拖一回合呢 等一下他的技能也可以再使用 要收掉的话呢 我们不用特别的消L字或者是10字 基本上只要把猪排一排一排就可以了 以这一次的倍率来说的话呢 有五串 五串就是一万两千五百倍 一万两千五百倍是什么 让你看一下 阿务拉的副属性第三属性都要打到顶了 真的很变态 好接下来是第二关 第二关这边呢 我们要看一下吉良吉印的技能 然后先耐久玩三回合之后再收掉 觉醒无效的部分呢 我们开阿务拉解掉 耐久的话我们就稍微加速 不过我觉得延迟发动的技能 效果好归好啦 但还要耐久 真的是有点烦 而且很拖时间 不过话是这样说喔 这次的攻略也算在时间之内 所以其实也还好 那这一对耐久的方法也很简单 基本上只要消到火暗两色就可以了 怕血不够的话呢 多消一个回复 回复力就会超满 第三关 延续上一关的属性吸收无效 这边直接通过 我觉得这样消真的好无脑喔 而且你看喔 现在只有消一串的回复 也没有消四回复 就可以回满血了 回复力真的很高 当然有一部分也因为 VALU这一只角色 他有四个回复强化 回复力的方面倒是不用担心 这边我们开技能 荆棘猪完全无视 狂吃吧 看一下 多爽快 可以完全无视 而且这次的版面也很好 不过还是第一个版面比较好 消回复的话 也有倍率出来 但VALU本身 消五颗的回复 倍率不会上升 敌人在58之后 会有回复的花火 那我们这边要先把手指延长之后 开一下奥 从里面把暗珠 和火珠捞出来 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减伤 倍率不用发动也可以 而且就算倍率发动好了 倍率也不够 第一个是手指没有到那么长 没办法捞出三串来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小撑一下 撑完一级之后再开技能收掉 第五关 如果是碰上水属性的角色 敌人会有21以上的无效盾 大家应该有发现 这一队没有放所谓的 能够破敌人无效盾的角色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稍微控一下伤 才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但控伤也蛮简单的啦 就是主要不要消那么多 不要消那么多算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碰上 那个敌人的话 这边会稍微拖一下时间 那至于木的火的 就可以直接通过了 木的这一只呢 死亡之后还会给四回的超暗天降 所以我们在下一关 除了要消L字之外呢 我们还要消一下火暗的十字 来解一下 消一圈就够了 所以我们这边用L字 看一下版面好了 以这一个版面来说的话呢 可以先消一个L字 加一个十字 然后转到一半又是工作的电话 烦死了 版面锁住的话呢 有两只角色可以解 Arrendor也可以解 然后Valkyrie也可以解 Valkyrie这一只角色 基本上就是拿来 解锁使用的 所以技能我们就尽管的用 但要记得哦 如果版面的回复太多的话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然会没办法生成回复 好 这边就直接通过 接下来第七关 第七关 这一只碰上的是水的 水的好打 但如果是碰上木的话呢 有无效盾 所以一样要稍微控一下伤 慢慢的存血量 但基本上呢 都能够在点斩杀之前收掉 水的这一只唯一讨厌的 就是会一直给这样的讨厌版面 开完技能之后呢 火力会稍微有点低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稍微借助一下 回复 消回复也有倍率的加成 但以这样的版面来说的话呢 应该没有什么伤害 但还是有伤害了啦 第二次的生成呢 火珠比较多 所以应该可以收掉 碰上甜的竞消呢 就直接解掉 阿吼拉的CD还蛮短的 所以算是可以一直使用 这边也稳稳的收掉 接着第八关 第八关这次碰上的是光的 光的话呢 给荆棘猪 但一样完全不用担心 这一对消荆棘猪可以消的超开心的 我觉得这一股关卡蛮有趣的 就大部分啊 敌人的无效盾都是在 25亿 包含了像是第八关 光属性的角色 光火的索尼亚 也是 所以可以直接造成伤害 VALU的火力一定会超过啊 但其他角色 因为没有上线解放的关系 可以问问你的输出 接着第九关 第九关的话呢 如果是碰上木的 木的话在超更新之后 会给攻击点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情况 开吉良吉隐 或者是Arlando 角龙的技能 那至于这一边呢 因为敌人是属性吸收的关系 我们一样要耐久到 吉良吉隐的技能跳起来之后 再通过了 所以你看 真的啊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耗在等那个延迟技能 延迟技能 我真的觉得很粪耶 效果好归好 但这个实在是太难用了 好 第十关 这一次碰上妹妹 妹妹的话呢 打两拳 这边一样尽管消 敌人也面无效盾 先一次收到半血以下 这一个攻击点算是可以不用理会 原因是这一队的火力真的太高了 认真觉得高得很异常 那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呢 脊梁的技能就开着吧 等他发挥效果 但也不用担心 火力高的吓人 真的是这一队最好的解释 但其实我有点很不了解 Visa都是真的很好用 但好像没有什么人气 我觉得大概是混搭的队长太难找了吧 阿尔拉这只角色呢 入手的难易度又很高 除非假面骑士本身就有他可以混搭的角色 那应该价值会比较高一点点吧 好 这边我们就一样 等技能跳起来的通过 不过水的好像比较麻烦一点点 有时候火力如果不够高的话呢 这边可能要打两拳以上 好 果然这里不小心耗了两拳 这里耗两拳的意思代表说第12关技能无法沿用 一样要开完结粮经营的技能之后又要等三回合 就好好的耐久吧 至少我们不会死啦 好好的 接着 第13关Boss前 这边哪一支我就觉得很好打 特别是光的很好打 光的呢 在有暗吸收的情况之下 如果上一关技能有延续下来的话 这边可以直接通过 最好是多消一个L字 如果担心火力不够或者是版面太乱的话 这里也可以直接打 但就不要像我一样 VALU的二技存到了 这里的二技好像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这边先来处理一下好了 把技能开掉 然后加速也可以补一下 AURA的技能 也可以先开掉 这里要小心一下 最好是在第14关的时候 AURA的技能能够使用 因为我希望有转转 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好 这边一拳通过 接下来是BOSS战 有锁住真的是没有想到 不过我们这边呢 在开完 VIZARD的技能之后 再开一下AURA 把颜色给转出来 这里一定要两拳收掉 没有两拳收掉的话呢 这也对因为没有额外的高减商技 所以下一关会撑不下来 以这一个版面来说的话呢 回复蛮多的 所以我们回复就 尽可能的也消五颗 那也要顺便解一下锁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极限了 最少最少也要先打一拳 这是一定要的 有啦 400倍的火力 还有增伤 其实还蛮多的 好 第二拳 第二拳的压力就比较小一点了 那接着呢 吉良机灵的技能就随意开吧 有增伤也好 没有也好 这边先稳稳的两拳收掉 在有HP三倍的情况之下 进到下一关 才不会死 敌人的13combo吸收呢 这一队也完全不用担心 独消一些火和暗的五颗 combo数就会很高 那boss的第一个形态 第二个形态 都是两拳收掉 再开一次技能 像这次来说的话 阿莲特就可以先开掉了 多补一些火珠 再开技能 当然因为下一关还有限制 所以血至少也要稍微补一下下 才会比较好 combo数超高 两拳收 好 接下来是boss boss就会比较痛苦一点点哦 因为boss是25以上的无效盾 Boss会被吸到之外 其他角色都不会被吸到 所以我们这边就全力打 就是花时间 所以这边我们就超加速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我们下期待 中蟹 中蟹也全滿打到這邊是花了快要五分鐘 那這次就是彩線 彩線的話敵人會給覺醒無效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彩線耶 我們就解掉 再收掉就好了 所以真的彩線也不用擔心 敵人算是還蠻善良的 善良嗎? 他打很久 倒是很累啦 這樣子一招挑戰就能夠順利通關 打得還蠻不錯的 但碰上無效盾的敵人就要小心一點 Visa都真的很好用 但就跟我說的一樣好像沒有什麼人氣 組得出來的話呢 倒是可以拿來挑戰看看 手速快一點 然後不要碰到太麻煩的敵人 時間應該會蠻剛好的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告段落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告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